为了让大家对JS中引入这样一件事情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们来看一个更加实际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首先我们有一个HTML HTML中有一个容器 那么这个容器呢,它是空的 它只是用来放我们的组件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用来放DataPicker 或者用来放一张图片 或者放一个上层组件的地方 里面的内容呢,由组件来决定 然后我们来看JS JS中呢,引用了一个组件 并且在页面初始化的时候 去初始化这个组件 然后把我们的容器传给这个组件 就是容器中存放这个组件的结构 然后我们来看组件的代码 组件的代码呢,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们的容器的HTML改掉 也就是往容器里面塞结构 这里呢,塞了三段内容 一段是classP,一段是P加Red 一段是P加Green 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引入了一个CSS 这个CSS呢,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P,有Red,有Green 默认呢,是灰色,16PX Red呢,就是红色 Green,就是绿色 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来看 这个地方我们的组件 相当于是定义了结构和样式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 去引入组件的样式的话 需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可能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呢,是你把样式文件 提供给开发者说 你要使用我的组件 你就得引入我的这个样式 第二个呢,是你不提供样式 那么就需要组件使用者 自己去写样式 这个呢,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两种方法 其实都不是特别好 因此呢,Webpack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在JS中 直接去引用CSS 这样的话看起来 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组件,你只需要暴露一个接口就好了 我引入你的组件 我才不关心你 内部是怎么写的 我也不关心你有什么样式 反正就是我用你 你自己把你的结构和样式搞定 所以这样看起来 JS中去引入CSS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 那我们来构建一下看看 然后把这个文件 在浏览器中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组件的区域已经出来了 本来我们是这样一个容器 没有内容的 组件出手画之后呢 就给它加入了内容 同时呢 组件的样式也生效了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几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个 虽然我们的组件 它定义了自己的样式 它希望这个样式呢 是跟组件一起提供的 那也就意味着 它其实是不希望 它的样式作用于其他地方 也不希望别的样式来干扰自己 而我们目前看到了 你这个选择器是点P 如果我有另外一个选择器 不是组件的 也是点P 那就会造成样式的干扰 也就是说 我们的组件没有办法 封装好自己的样式 不干扰别人 也不接受别人的干扰 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样式 它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页面中 并没有出现Script 我们的页面中 并没有出现CSS文件 那么事实上呢 它是通过JS 注入到了head去 我们查看网络请求 也可以看到 它是没有CSS的 它的样式 其实是包含在这个JS中的 然后通过JS去注入了 这样的方式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性能不是太好 因为你需要完全等JS 执行完之后 页面才有样式 而如果我们的样式 本来是独立的 它是可以直接渲染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之所以可能会发生样式冲突 是因为我们这些class 有可能被其他人使用 那就可能产生互相干扰的问题 那么我们会很自然的 有一个想法 这些class能不能跟其他人的 不重复呢 在早期的话 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加前缀 比如说我这个呢 是mycomponent 那所有的样式 加上这样一个前缀 当然也有可能 你是写成这样的 这两种呢 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加一个前缀 来避免和其他人产生干扰 但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的开发 其实是有一点不利的 你要想class 或者去敲这些特殊的前缀 其实是很费时的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们照样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写 但写完之后 能够产生一个 不跟别人冲突的class 这个想法初看起来 是比较疯狂的 但是呢 还真的有人实现了 那就是我们的cssmodules 这样一个方案 听起来很高大 但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css编译之后 把这些class名都改掉 好 我们先打开这个功能 试一下 它需要在webpack的cssloader里面 加一个选项 我们首先呢 这个use下面 可以是字符串 也可以是一个loader 这里呢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点 optionsmodules true 好 我们把css的modules打开 然后我们重新编译一下 编译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个结果 你就会发现 这些样式都失效了 为什么这样式失效了呢 我们首先看 class仍然都在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样式 诶 这个class名都不是 我们写的class名了 对不对 好 至少说 我们刚刚的想法是实现了 我们的class 类名 在编译之后 它变了 那问题又来了 你变了之后 我怎么知道 你变成什么了呢 跟我们的这个 结构完全对不上呀 怎么办 所以cssmodules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案 其中一个方案呢 是当你require的时候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class的列表 比如说我们这里 可以这样去复制 复制之后呢 这个styles里面对应的 就是各个class 跟编译之后的class名字的 对应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名字换掉 比如说我们换成 styles.p 这个styles.p 就是编译之后的 这个class的名字 那同理 这个地方就可以换成 class.p 换成styles.p 和styles.red styles.p 然后呢 加一个 styles.red 那下面这个 就是red 改成green 好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是相当于 我们的class名会被改掉 改掉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对应关系中的 原始的类名来写 比如说.p 它编译什么 我不管了 反正就是对应的那个 好我们再编译一下 这个时候再刷新 你发现我们的样式又回来了 对不对 那首先是这个class 被改掉了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结构 结构中这个class 也被改掉了 那这个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原来的 点p 就是这个点3hc 这个开头的 这个g2o呢 这个就是对应的 我们的.red 下面这个3kf呢 这个对应的就是green 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组件的样式冲突的问题 因为不管你怎么命名 最后它都会被改掉 改掉之后 这个东西 不会跟别人产生冲突 所以就相当于产生了 组件的样式封装的效果 这是cssmodules的使用 接下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css 一定要通过js来渲染吗 明明可以通过浏览器的机制 直接加载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过js来渲染呢 这里面呢 webpack其实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 可以把css提取出来 这是我们webpack之前的配置 使用的是styleload和cssload 这两个load 那我们这里呢 要把它换掉 换成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是需要通过npm安装的 叫extract text webpack plug-in 就是把文本内容提取出来 但事实上呢 它基本上是专门为css来写的 所以我们这里使用use extract text plug-in 点extract 这个方法 它会返回 这个webpack使用的 这样一个配置项 所以我们不用管它具体是什么 反正这么写就可以了 然后forback是 如果这里不成功的话 是使用styleload去加载 然后usecssload 使用cssload 然后呢 同样的cssload里面 加上options就好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css文件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呢 它并不能产生一个新的文件 只是把css从js中提取掉 js中没有这个 那要生成一个css文件 还需要加一个插件 plugin 同样的是这个plugin 然后我们需要指定生成的 这个样式文件 在哪一个目录就好 我们来构建一下 注意看webpack的输出 它输出了一个js文件 同时输出了一个css文件 那么css文件 也就是在build的目录下面的 这个文件 这正是我们使用cssmodule之后 生成的css文件 我们把它加入html文件中 引入一下link link il等于style sheet craft等于build07-webpack-main.csss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刷新 你发现这个时候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样式已经是通过css文件来加载了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css 这样的话就完全不影响我们的加载性能 都很感兴趣的效果是一个 的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感兴趣的效果都是一个 的效果 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